奧華博物館 其實這是奧華博物館就是推廣一些文化的一些舞蹈跟文化一文活動這樣子 所以就是主要它有譬如說包括手工藝的學習 譬如說製作Lantern啊就是燈籠發明或是中國節之類的 那我們這個部分就是有點文化體驗 譬如說以舞蹈或是武術的方式讓小朋友一種體驗 那我們就是會加了一點太極的基本還有武龍武士的基本 所以他們瞭解說我們中國新年的一些中國新年的慶祝活動 還有一些舞蹈啊還有一些歷史背景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可以跟我們的中國文化跟澳洲的一些生活把它融合在一起這樣子 他們看起來很享受我們做Lantern Making 我們做Lion Dancing 我認為所有的活動都非常有興奮的 而且他們也有完整的球 今天我們 brought our children here from Murrumbina Primary School 我們想要學習一下 我們想要學習一下一些中國新的禮拜 我們做了一些中國新的禮拜 所以我們想要學習一下中國新的禮拜 我們想要學習一下中國新的禮拜 因為我們有很多中國新的禮拜 我們想要學習一下 我去 naturale新的禮拜 美丽多彩,舞动得美妙多姿 把澳洲华人的生活,舞动得美好幸福 龙的出行,是很神圣的礼节 礼拜祖先,祭拜天地,拜谢人类的礼仪 就是一堂天地人间的欢聚相会 满堂生动尊敬,家族全体感恩 香火燃烛朝拜,共祖祭天谢人 龙的出行,是人的行动 龙的出行,是人的舞动 人舞动龙的身姿 龙生出人的心情 生情的龙舞出情深意浓的中华文化 舞出情同手足的异国情缘 在唐人的生活里 龙是生命的主张 张开生命的手足 张扬生活的思想 张出生存的主意 让生命舞动亲情 让生活舞出美好 让生存舞尽幸福 传播美妙亲情 生活在心中的龙 会跟人行动 会同人交流 每到唐人的新年 无论在哪里的华人 都要舞龙 都要把自己心中的龙舞动 那种由心而生的舞动 是中华文化的积累 是中华文明的传承 龙威武 出行的龙是威风无限的传扬 传播美丽的神话 飘扬美妙的思想 龙威严 舞动的龙手尾成体 排列成续 出走成对 起舞成行 龙威名 舞龙的人 欢心而动 观龙的人 欢喜心动 龙舞人心 心动人行 人心行动 为龙而欢 这个博物馆保存 澳洲华人的历史 顺便还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 就是不要那些 我们后代的子孙 不要忘记 当初华人的祖先 他们是怎么样子 辛苦地在这个地方 留下了一片小小的家园 把华人的一些世界的一些东西 我们的历史 然后文化的东西传递出去 其实是蛮好的 而且很多很多当地的人 也都很喜欢 他们对龙啊 对灯笼啊 这些东西都非常地有兴趣 所以其实每次进来 他们如果问了很多问题 我们都能够回答 然后让他们很开心地走出去 我们就会觉得非常地开心 我们说我们会是一个好复材 lived的 Kasится 和看看 还有一个个i League 看看 heh 一agu来 Vamos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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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Cross 所以我用了很多记录 而且它是非常棒的 它已经录了所有的中国社区的历史 在澳大利亚社区的历史 和中国社区的影响 对澳大利亚社区的影响 这是最重要的 欢迎大家来澳华历史博物馆参观 耶 唐人的龙从古至今就是人心的神明 从始至终就存在人的心中 唐人的龙跟着唐人走遍神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